哼 如今连你们几个都逼迫朕严惩李秋来了 哼 好啊 那就先说一说你们想要严惩李秋的缘由 父皇 这李秋莫无法纪 私创县衙 劫持大牢 还斩杀了朝廷任命的县令郭章 以及那么多的官差 这种事情按律当诛 又有什么理由的 好啊 既然你们说律法 那就好好看一看 这三堂会审传上来的卷宗和正人的牵牙 然后告诉朕 按照你们所说的律法 这件事该如何去审理呢 父皇 若是按照大唐律法的话 严惩李秋确实是有失偏颇 不过 这一次的事件 他造成的影响实在是过于恶劣 就连三省六部 长安城内的诸多官衙都已经停摆了好几天 不杀他 不足以平民愤 不足以让朝堂恢复正常 儿臣认为 李秋他也应该为他自己做出的事情负责 好啊 好一个太子 你的意思朕懂了 不杀李秋 不足以平士族们的怒气 那么将来有一天 甚至是明天后天 这群士族们 朝臣们联系在了一起 然后威逼人 说不撤掉你的太子储君之位 他们就不干 不上草勺 那么朕也应该将你给撤掉 换一个别的皇子当储君了是不是 父皇 儿臣 知错啊 父皇做现的是 我等身为大唐皇子 就更应该站在大唐百姓 大唐律法 正义的一方 不应该受那群士族们的要挟绑架 而失去了自己的主樱 李太说的这段话不错 知错能改善莫大言 尤其是成贤 你是太子 异国的储君 就更要有这样的一个主樱才行 你要无时无刻地想清楚 这个大唐 是我李家的大唐 还是那些士族们的大唐 行了 你们先都退下吧 关于礼修之事 朕自有决断 这个时候跑到了我这小小的台湾宫里来 怎么 有心事 听到了李渊的问话 李世民略微犹豫了一下 就将最近发生的关于礼修之事说了一下 怎么 才做了一年的皇上就如此勃勃妈妈 连这种小事情都犹豫不决了 我问你 那个什么狗屁县令 还有那些官差该不该杀 假如你还是太原起兵前的李二 还是当年的秦王 换作是你在礼修的位置上 你当如何做呀 这些败力丧尽天良 杀一万子都不足以解恨 要换我是礼修 我不等那县令和官差对我动手 我就早已经杀光了他们 可关键 朕现在不是李丘 也不是当年的秦王了 而是这大唐的皇帝 咽下我明知道李丘无措 就算是依照律法 也不应当对他予以言诚 可是那样的话 这些该死的士族 这些朝臣 就得一直这么闹下去 哼 让你当李丘 当秦王 你就知道该怎么去办 知道该痛痛快快杀了这些败类 可让你当皇帝 你就变得束手无策了 当年 那手握重兵的窦剑德 李密 刘黑大 这些人该杀的得 如今 剩下这些士族 又算了个屁 他们还能挡住我大唐的军队的铁骑不整 从前朝隋末之时 再到后来的举兵启示建立大唐 你仔细想一想 你李世民 闯下的大祸可曾少过 那时候有多少群贵 皇亲国旗上门来 要拿你问罪 可我 可曾因此而责备过你一句 还是说迫于他们的压力 而将你拱手 交给了势力强大的他们 这不当家 不知柴米贵 不养儿 不知父母恩 既然你心急 坐在这大唐的皇帝 你就有责任 将这个大唐给守好传承下去 李丘这孩子 忠孝人意 又有着一颗赤诚之心 品性仁德 比你的那几个蜜罐里 长大的皇子们好上百倍 这样的好孩子 天地下不多了呀 什么 罗森 他一直跪在御书房的门口 你们还愣着干什么 还不快把罗森 抬到御书房中去 陛下 老臣也知道 李丘可信这两个孩子 犯了大错 老臣求求您了 就敢在我们罗家世代 为了大唐镇守边疆 以及臣 那惨死的儿子罗成的情分上 就留他们一条活路吧 罗森 在朕刚才回宫之前 就已经下了旨意 让冯丽扯军 设立丘等人无罪 这一次的事件 要说错 是朕之错呀 是那群丧尽天良的官吏之错 李丘和这些穷苦的百姓 又能有什么错呀 罗森 你说你身子冰成的这样 怎么还这么折腾你自己 朕现在就派人送你回扶容园 让那孙四秒给你瞧瞧病 调理一下身子 陛下 老臣这身子 怕是挨不到这个春天了 老臣恳请 能够落叶归根 让李丘和可信这两个孩子 送老臣回幽州故吐血 李丘这个孩子过于刚直 若继续留在这长安城中 说不定还会给陛下您 闯出怎样的大祸来 还是幽州那边的环境 只有这淳朴的百姓 和世代的仇敌突厥 更为适合他 好 朕准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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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朕准奏